昊月当空 第184章 紫色光环 放血 这就是龙空空的办法 三头八级魔兽各自放血 虽然他们的血液龙当当和龙空空吸收不了 但那也是八级魔兽的血啊 尤其是血魔虎 这种以血为能量的存在 他的血液可是极为珍贵的 就算大家不用 拿去卖钱也是好的啊 身为团长 龙当当现在可以说是猎魔团的当家人 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魔兽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 只要血液不放光 以他们自身的恢复能力 一段时间之后也能恢复过来 放血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天 容器只能是就地取材 虽然很可能会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魔兽血的品质 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世纪从全 一个个用粗大树干制作的木桶 盛放着不同魔兽的血液 之所以用了两天的时间 是因为每次放血一部分 这些魔兽自身的血液 还是会凭借身体机能快速回复的 尤其是血魔虎 它这血液回复速度 着实是有点快 所以其他两只八级魔兽的血液 都只是装了四五桶 它的血液却足足装了十几桶之多 两天下来 三只八级魔兽的身体 明显都瘦了一圈 不用吞噬灵力 都已经是虚弱状态了 抽血卖钱 魔兽虚弱 一举两得 对此 众人都是极为赞成的 要不是龙当当的奇思妙想 他们还真想不到 先不说 这样能避免这些八级魔兽的报复 但是他们的血液 应该也能值得不少钱 他们都是学生出身 不只是出入猎魔团 也是出入社会 身上的装备 那真的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了 临摹级装备 在团队中都不是人人拥有 而装备本身就是 职业者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真正能够对他们产生 足够增幅作用的 那需要是灰药集装备才行 想要每个人都武装起灰药集来 那需要的金钱 对他们现在来说 绝对是天文数字 所以 无论是能够换取金钱 还是换功勋 都是十分重要的 处理完几只八级魔兽 依旧让他们保持在虚弱状态 找了猪大树 将他们挂了上去 帮他们掩盖一二 以免被路过的低阶魔兽 减了便宜 众人这才悄然离开 经过了近整个任务 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空中那每天都会出现的区域光环 现在覆盖范围 已经接近他们所在的地方了 他们也必须要继续向里行进才行 其他的猎魔团情况不清楚 但这持续三天的兽潮 必定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当然 他们能有阵魔术来庇护 其他团队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方法 接下来的两天 他们都没有怎么遇到魔兽 也不知道是教官们是否大发善心 让猎魔团成员们休息 休息 而那两头光明施旧 也始终都没回来 应该是没能求到东西吧 对此 众人也不在意 毕竟制成契约 对于光明施旧一脉来说 说是意味着种族存亡 也不算太夸张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 众人发现 那区域光环的 收缩是比较有规律的 基本上是 每天收缩十公里左右的样子 速度并不算太快 而从天空中光环 现在形成的区域来看 这片森林 确实是有些大的难以想象 至少目前他们还依旧 没法判断距离中心区域有多远 能够确定的光环区域也是有限的 远方的是看不到的 难得的平静众人也没有闲着 通过不断的交流 尝试 让他们之间的默契度 在持续上升 有了与魔兽战斗的经验和过程 彼此之间增加的信任度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信任 很多东西就不会再隐藏什么 配合起来 自然也就更加从容 队友之间 首先要足够了解 才能有足够的配合 转眼间 到了他们进入的第13天 或许是因为兽潮的影响 他们现在遇到魔兽的数量 比最初的时候 明显减少了许多 两天时间 也只是又驯服了 两只龙性魔兽而已 不过 陶玲玲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赤甲地龙 终于被他完成了驯服 而他也借助与赤甲地龙达成的契约 触碰到了六阶的门槛 只差临门一脚 就能突破六阶了 这次任务中 目前看 明显是他的收益最大 不过 这两天有个问题让众人重视起来 那就是 区域光环收缩的速度开始加快了 从原本的一天一次 现在已经变成了两天三次 让他们不得不加快步伐 龙当当很稳 虽然加快前进 但也一点都不急于更多的深入 哪怕明知道更深一些的森林中 会有更多的魔兽存在 驯服可能也更多 但他却依旧不急 他的沉稳 也影响着每一名队友 除了明昔有些急切之外 其他人都对此甘之如疑 一支团队 拥有一名性格沉稳的团长 绝对是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的 龙空空甚至还业余他 是不是偷学了那叶老师的安全第一 清晨 众人先后从冥想状态中 苏醒过来 行转后的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淡淡的微笑 有龙当当 龙空空和林梦露三人的智慧 灵卢增幅 这修炼速度明显比之以前快得多 尤其是龙当当的月明沧海 灵卢效果 其实对他们来说 甚至要比龙空空的圆窝灵卢 更加重要 月明沧海灵卢带来的月灵之力 洗涤了他们的身体与灵力 让灵力变得更加精纯 同时也让他们的体魄获得了提升 清除杂质 提升身体强度 虽然这个速度不算快 但这种潜移默化的提升 却是最容易接受的 而且这种提纯 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带来的好外 更多的是未来 翁 天空中 传来一声轻微的翁鸣 也意味着 进入魔兽森林的第十四天到来了 明昔习惯性地腾空而起 去观察光环收缩的范围 昊月当空 明昔 咦 有变化呀 颜色变了 变成紫色了 听他这么一说 龙空空几乎是瞬间行动起来 三两下来到树冠之上 跳往天空 收缩的光环 距离他们所在地不算太远 空中 淡淡的紫色光韵 正在渐渐散去 看到这一抹紫色 龙当当顿时眉头微醋 紫色还挺好看的 明昔眉心眉肺地说道 众人已经纷纷来到他们身边 灵梦露看向龙当当 看来 又要有变化了 陶灵灵道 要增加强度了吗 他的眼神中 甚至带着几分兴奋 这几天遇到的魔兽太少 反而让他有些期待 召唤师的契约魔兽 可以持续签订 签订契约 是不需要消耗什么的 契约还会反向 给他带来好处 这可是主仆契约 主乳臣死 如果他死了 那么 所有的契约魔兽 都要陪葬 而这些魔兽 虽然未来提升困难 但在契约完成的时候 会对他有所回馈 他现在距离六阶 已经不远了 当然希望签订更多的契约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同等级的魔兽 同时可以使用的数量 也已经不少了 月级使用的话 八级魔兽赤甲地龙 他只能召唤这一只 同级的契约魔兽 却可以同时召唤四只之多 比他第一级的 更是能召唤十二只 而且 不同的魔兽天赋技能不同 适合的战场也不一样 那自然是多多益善 只不过正常情况下 召唤师想要让魔兽臣服 签订主铺契约太难了 他完全是沾了黄金龙小疤的光 才能这么顺利地驯服这么多魔兽 魔兽森林 黄金龙威慑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 自然是多多益善 回去再慢慢消化 大家要小心一些了 龙当当说道 众人重新来到树下 吃过早饭后 继续行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 紫色光环出现的原因 再次行进的他们 隐约之间感受到森林之中的气氛 似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好像是多了几分凝重似的 龙空空看看四周 再看看身边的老哥 我有点慌啊 这是怎么了 龙当当道 慌什么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他这边话音刚落 突然间 前方一声低沉的咆哮声 骤然响起 众人瞬间就警惕起来 明熙闪电般上树 他还没来得及出去侦查呢 其他人则 立刻摆开架势 陶玲玲并没有释放出本命 召唤受阵魔术 因为阵魔术 想要发挥出最大威能 是需要时间扎根的 而对于 他现在来说 已经有了其他选择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龙吟 契约空间闪烁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从里面挤了出来 身长八米 四肢落地 背脊有着 一块块三角形的凸刺 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尾部 头顶长有两只弯曲的巨角 全身都覆盖在暗红色的鳞片之中 伴随着他的出现 就连空气都变得炽热了几分 正是八级魔兽赤甲地龙 赤甲地龙 火属性 以厚重的鳞甲而著称 本身防御力及其惊人 被誉为防御力最强的几种地龙之一 之前面对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黄金龙小八的威慑 虽然这也是相当于七阶职业者的魔兽 但19 11589七小队却几乎无法将他拿下 因为没有人能破得开他的防御 汪长兴的大锤都只能将他震退几分而已 而拥有了契约召唤赤甲地龙的陶玲灵 也一跃成为了团队中的核心防御力量 这赤甲地龙一出现 没有距离会陶玲灵 反而是扭头看向了龙当当 巨大的眼眸中 甚至带着几分谄媚之色 口中发出低沉的吼叫 巨大的尾巴在地面上扫动 倒是有点像是家犬一般 老实点 龙当当淡淡地说道 赤甲地龙竟是立刻连连点头 一副谄媚的模样 陶玲灵不禁有些无奈 也不知道 究竟是谁和这家伙签的契约 当当反而像是他的召唤师了 赤甲地龙之所以臣服 不只是被小八的威慑所致 毕竟 到了他这个层级的实力 小八现在还太弱小了 但是 对于龙族来说 尤其是亚龙众 最为渴望的是什么 自然是血脉的提纯 赤甲地龙在地龙中 算是血脉较较为纯粹的了 但和真龙也相差巨大 而黄金龙 却是龙皇传承 论血脉之虫高 是站在龙族金字塔最顶尖的存在 哪怕只是和他在一起 每天感受着他的气息 对于赤甲地龙来说 都是极其美妙的事情 能够刺激他的血脉 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 时间长 甚至就有进化的可能 这才是赤甲地龙最终 决定臣服于主仆契约的原因 之所以先前还耗费了一些时间 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臣服 而是他本来是想要臣服于龙当当的 但龙当当是骑士 不是召唤师 他已经有两个契约伙伴了 除了召唤师之外 其他职业者如果有了契约伙伴 哪怕是主仆契约 对方也要分摊他 修炼获得的灵力的 无论是小血眼 还是小八 分摊的灵力都相当不少 血眼还好 主要是对龙当当带来的精神刺激比较敏感 但小八作为黄金龙 还是从幼生期开始生长 他对于灵力和天地缘期的需要 是极其庞大的 龙当当现在都有些满足不了他 否则他的进化速度会快得多 哪里还能再签订其他魔兽啊 是龙当当承诺了 不定期的让赤甲地龙感受到小八的气息 这才让其臣服于陶玲玲 正在这时 前方丛林之中 一道硕大的身影冲了出来 那是一头身长接近四米 全身都覆盖着铁灰色毛发的巨熊 直立起来 甚至有近六米高 钢铁魔熊 八级魔兽 陶玲玲立刻就爆出了对方的来历 那钢铁魔熊 刚刚从树林中冲出来的时候 带着非常凶悍的气势 一身如同钢针一般的铁灰色毛发 根根树立 眼中带着血红色 奔腾之下 连大的都在轻微地震战着 全身更是散发着灰色光韵 这是天赋技能钢铁之躯释放的征兆 钢铁魔熊 以防御和力量著称 熊壮的身躯 还附带有图属性 拥有三种图属性的天赋技能 它凶悍地从丛林之中冲出来 眼中闪烁着视血的光芒 甚至还有口弦流淌 但是 当它看到那体型比自己还大了 两号的赤甲地龙时 前冲之是骤然一顿 瞳孔收缩 血色进去 甚至还吸溜一声 把流淌的口弦都吸了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